台湾不老男神林志榮 这日以代言人身份出席活动 活动上小智除了同首次担任 私宜的弟弟林志音同台之外 也是第一次晒出两部价值 共三千多万台币的私火名车 出名爱车的小智表示 很开心和自己喜欢的品牌合作 而且今次小智近亲自为新广告执导 还邀请太太一起演出 小智多年来最深赛车和收藏名车 他透露最近年仔仔 都开始对赛车产生兴趣 没想到他能够克服 那我觉得可以 那你就真心喜欢 而且每一次他都会听进去 每一次秒数都有进步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要不然陪练比练习还辛苦 因为以前我自己开 我觉得已经够累了 没想到陪练 还要去安抚他的心情 不开心秒数不好他还要哭 我觉得还在那边 然后一跑我还在那边盯着 晒太阳那边看 你自己练习还辛苦 还辛苦 但看到他有这种慢慢进步 我觉得是一种快乐 但老婆会吃醋吗 所以你第二个家就是车 但他是第一个 所以多吃醋 应该可能难免有时候 因为他会说你带车去六方 比带我的时间还多 小智有美满的事业、家庭和兴趣 确实是人生胜利组的代表 只不过小智就从来 不会因为成功而怠慢 提到他以往拍剧的辛酸 他就很记得和老友苏友朋 一起拍剧的《血泪史》 其实12个小时不夸张 绝对双交是三天睡一次 真的不夸张三天睡一次 拍到我跟苏尔鹏直接走人 闹失踪 小智至今仍然有不少粉丝支持 讨论度极高 近日他适合的军中同袍 就在社交平台分享 当年风头一时无量的小智的与事 说当年他在军营表演时 被台校观众吓 小智随即留言回复 网民即增相拉爆 他今日说起都记忆犹新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我想表演很简单 因为以前台下女粉丝 上台尖叫声都是 没想到这次声音怎么特别低沉 以前是他 现在是 我以为他们在尖叫 仔细一看是每个人 因为台下全部是 对不对 这个男生 那我也能理解 因为就是大家想看女生表演 男生赶快跳过 那我就觉得 哎呀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也是来当兵的 大家何必呢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也不会因此而打败 我反而说 哎我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应该是要想办法 去带你台队 而不是被你们驱下去 我反而 我就想换一种方式 我会走下台 去跟他们击掌 去跟他们握手 因为我们不要 不一样的高度 所以我们要走在一样的位置 去表演给你听 哎这样接触 好几场下 我发现 其实大家想要就是一个 一个尊重一个感觉